12月8号 黑龙江省迅克县大平台雾松景区气温降至零下30度 雾松美景又到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记者在大平台雾松景区看到 许多来自上海 福建 湖北以及台湾地区的游客前来景区观赏 其中还有一些游客带着各种拍摄道具 在冰天雪地的大美龙江定格最美瞬间 他说这边特别漂亮 然后我还不信 然后我过来一块 真漂亮 跟人家仙境一样 就是有点冷 除了冷之外 特别漂亮 就感觉我下次还要来 我下次我要带好多朋友来 第一次看到雾松吗 第一次看到 以前没见过 以前没见到过 据记者了解 黑龙江省迅克县大平台雾松风景区 位于迅克县东南部山区克林乡境内 库尔滨和自南向北源源流行这里 库尔滨水电站就建在它的上游 库尔滨水库水电站每天发电要释放零摄氏度以上的水 河水常年不动 形成了浓浓的雾气 和冷空气融合交锋 形成雾松 每年11月下旬开始 直到次年3月 最佳观赏期可达120天左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